天下围攻 天下围攻 谁在这里写下的这四个大字 谁又在这里为此守望了90年 10月16日 九一华唐城市之光 广州中山纪念堂建堂90周年纪念活动 在中山纪念堂举行 孙中山增值孙女 孙中山文化基金会创办人孙雅丽 李继生外孙吕薇 同盟会会员后裔及社会各界人士等 共800多人参加活动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 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 孙中山增值孙女孙雅丽在致辞中表示 希望年轻人学习孙中山百折不挠 越挫越愤的精神继承革命传统 全球的大中华儿女团结起来 共同为民族复兴出一份力 我们更应该重新思考孙中山思想 在当代的意义 因为最好的纪念呢 不是空谈 也不是就是讲这个口号 而是我们真正在各自的岗位 做好我的时事 你看当年中山堂 也就是你看广州人和很多全球的中华人 有很多华侨一起捐钱来建的 我觉得现在呢 我们也很需要全球的中国人 一起努力团结来为那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来出一份力 活动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 孟建民等专家围绕建筑主题进行主旨发言 何敬堂表示 中山纪念堂是记录中国民主革命历史和孙中山先生分工伟绩的最好见证 以建筑记录时代是建筑师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认为用作品来记录我们的时代 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所以今天我选了一个题目 就建筑记录时代 设计让城市更美好 跟大家来交流 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重要事件 民主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 这个推翻了满清政府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 记录了现在中山林和中山纪念堂登的 现在这几十年 这是改革开放 这改革开放这个年代里面出现很大 很多重大的事件 它都可以通过建筑来作为记录 据了解 活动现场有学校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学习 来自广东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张同学告诉记者 通过实地观察 展览介绍 以及认识授课 更加了解历史 也体会到中山纪念堂 作为广州标志性建筑浓郁的民族特色 了解到就是说 在以前的这些先辈 这些革命先辈 他们就是用生命去为我们的未来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 然后同时埋下了一些革命以及希望的火种 去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这种革命人 去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去做出这个贡献 也了解到它是一个属于 西学中用的一个新式建筑 然后能够达到了建筑的一个巅峰 据介绍 广州中山纪念堂坐落在月秀山南路 是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 1921年5月至1922年6月期间 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广州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在总统府的旧址上建到了中山纪念堂 时光荏苒 经过风雨洗礼和岁月魔力的中山纪念堂 如今成为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和历史名片 使世人缅怀孙中山表达崇敬之情的神圣地方 盛民陈先生就带着他的孩子来到中山纪念堂 轻声向他们诉说 这里就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